像王醫師 他就是看起來 就是鄰家的這個鄰居大男生 據說有一些老病患 很久沒回診 都來跟你話家常 對 像有一些 因為我們這種主要是產科 因為產科他的小孩子生完 可能第一胎 第二胎 都大概四五歲之後 他本來是年輕 大概那時候生產 大概二十幾歲 三十 二十五到這個附近 可是隔了七八年 他可能回來 再來就是一些婦科的問題 那他也會記得孩子 當年你幫我接生 那有一些問題來 那他的其實問題 大部分都是比較少 就是經痛 經血 那大概就照個超音波看 大概就追蹤就可以 可是他 我們當然也會 你看病例 他之前你接生的 對 有些會記得 有些有些當然是 常常來就會知道他 有的大概會忘記 可是人家這樣講 你總要至少就是說 跟他聊一聊話 那這種情況下就會變成說 時間就會拉得比較久 你不好久久來一次 可能四五年才過來 結果講沒幾秒鐘就走了 老人家 對 然後就會有 他就會 你就跟他講 那你小朋友現在幾歲 你就先聊 從剛開始你幫他的那個時候 他說我現在小朋友 可能兩歲還有一個 已經到六七歲了 然後就再來就開始 那小孩子 他講小孩子念書 怎麼等等問題 然後問完之後他講 我有看到你兒子 也在念那間學校 那間學校好不好 全部都不是在講醫療的東西 如果你很急就麻煩了 對 就是怕後面病人很多 那可是他們來 就跟你聊一些這些事情 聊完之後 其實大概沒什麼問題 他們就好 那本來 你就半年 一年再來照個檢查 做一些檢查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候 你還是要照顧一些 曾經你的老病友 對啊 因為他們來 也只是得到一些解釋 那解釋得好 他大概就追蹤就可以了 了解 周老師是去看過中醫師 對 說被看得很快 那個 我那個 差不多因為疫情的期間 我那段不知道怎麼樣 不知道啦 反正就這樣 痠 痠得都知道 第一點去看醫生 看什麼胸腔科 說我這個氣痠 氣痠 我想氣痠是下骨 很嚴重 就開始這樣 有那個呼吸的那種的呼吸 那種呼吸的 但是我想說我就沒有這種 我們沒有這種病史 我們家裡面有說 那蝦咕 蝦咕是有病的 應該是說家裡有遺傳 結果後來他就去檢查的情形 就說我是假眠 而這酪梨過敏 對酪梨過敏 我才知道第一次 他剛開始是會喘 會咳 咳在這裡 那個時候我很緊張 以為是中那個什麼 什麼 新冠肺炎 對 武漢肺炎那種事情 後來還有一個朋友 介紹我去看這個中醫師 那個中醫師很厲害 你知道這樣去喔 這樣摆著 因為摆堆 因為是一個名人介紹我去 所以他給我插隊 是沒什麼摆到什麼堆 但是你一棵他這樣摸來 OK 說差不多五分鐘 所有你的病人都跟你說出來 那好像不像通靈 真的喔 他說的 真的 鼻涕逆流 想在這裡掃 掃不起來 不是睡不著 那是不是都老人都這樣 我也不知道 他可以講一堆 講到五分鐘 但是這些病 好像我都... 中醫 就有些中醫師還是很厲害的 對 但是問題是他這樣 差不多我看不知道一秒針沒有這樣 這樣就沒有了 還要開回去 吃我吃一吃 但是後來我吃兩次的油 它真的好起來 但是我也第二次再去看的時候 摸一下而已喔 摸一下而已 那個應該不能說摸 我覺得這樣摸一下而已 這樣而已 更好笑就是我頭上等那個 他一次放 因為它沒有滾起來 沒有連子 像這樣 這樣就掉了 前面那個小姐 那個人說差不多 對我來說是小姐 因為五十歲 還要六十歲 我七十歲 所以我覺得他是小姐 他可以說的一大堆 反正他說到要來 我還是會痛 因為我很煩 我覺得我等很久很煩 但是我有聽到一個比較 比較癥結的地方 他說我結我們人 我們人都不會 都會回結我就對了 這是什麼原因 那個醫生都沒有人來說 他說你太吃了 這樣 我才聽到 我跟他說 你們人不會觸你 你看 你這應該是要去看命理師 可能你們人看有事嗎 他要介紹行李有利的樣子 沒有啦 醫生不可以介紹 給我醫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是說這樣講幾步 講到那裡去 講差不多半小時 你在等的人 在旁邊那邊等 你有聽到喔 他那個就是 他那個 沒鬼起來 他醫生在那裡 但是這一個門 空 沒有門 空空這樣 大家都坐在外面 但是你下午 他可以站在那裡等 好像像白鎂站在那裡等 但是他真的講好久好久 是我頭上都覺得他覺得很煩 他一直說他一直說 說這麼久 要不要等一對人 但是好像聽到這句而已 最重要的你有聽到喔 跟他聽到那句 我們人家就 他就他人家 他就他人家都不愛 醫生說你最吃好嗎 你這樣唱到這樣 真開心 因為我都沒在笑人 那老師你每三個月都會 肯定去找一個家醫師喔 對 我就剛才說家醫科 現在我們差不多家醫科 都是三個月看一次嘛 兩次才會檢驗一次輝嘛 那這樣子 那因為我都不會問 我真的都不會問 我常常立起來的時候 如果醫生說什麼我就說 有跟我說 你那個那個 放那個後就要叫我們 早安放 早安放 但是你都會不會記得 有一次醫生又嚴肥的結果 我那個數據不好看 他怎麼跟我說 我問你 你跟我說老實話 我相信我也很嚴重 他說 你以後有照時間吃嗎 我說 有時候會不會記得 那個慢性病的藥 可能每天都有吃 因為藥的時間 有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一 等現在就像今天禮拜 然後看 三天都不會去 他說還抵到禮拜四去 常常會這樣子 他說 你跟我說是 我剛才聽到很緊張 他說 那是什麼事情 不知道我的數據 不知道多少錢 要等一趟 不知道什麼情況 他說 你藥到底有很時間吃嗎 有啦有啦 我都有在 聽說你妹妹很會問 我妹妹 他可以問到什麼 因為因為皮膚 現在皮膚的問題 就是在問問問 問到要問眼睛 眼睛的問題 眼睛問完了問牙齒 牙齒問完了問肚子 你很嚴重的 這個他一問 他問問的差不多 十幾分都問掉了 很嚴重的 所以到要怎麼樣 我們都不會問 我們去他就說 你這個怎麼不敢問 那怎麼不敢問 後來你知道我們都怎麼樣 他變成說 家醫科整個都怎麼樣 四個做一次 我先生 我兒子跟我妹 四個做一次 現在反正什麼人 那個號碼他有可能不一定 對不對 這樣一個人下去 大聲那個下去 那下去我們都把四個都撞下去 四個都撞下去 可以這樣喔 對啊 他一個下去 我們就拿著去 要做那個看 反正都... 不是掛一個診嗎 沒有 我有掛一個 我們有掛 掛四個還是掛一個 掛四個都掛 對 但是可能時間沒有白做會 但是一個下去 頭一個下去 他在問就四個都下去了 因為知道我妹妹會問 所以他就跟著 就幫我們問 你全部都會跟我們說 他那天說 那個圓都會這樣 有時候他說 他掃都掃不起來 他怎麼樣 他就很會問 我們就很喜歡他幫我們問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 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 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